男嘉宾小张 三十七岁来自河北个体 女嘉宾小范 三十七岁来自河北个体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儿来想说点什么呀 因为现在就是在别人看来 可能我们的婚姻挺幸福美满的 但是我感觉现在这个生活 根本就不是我一开始 想要的那种婚姻的样子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想在家里面相夫教子 然后我的老公在外面奋斗 但是现在我感觉 我的老公他根本撑不起这个家 就是现在他完全就是 把我推到前面 让我孤军奋战 什么意思要道理 比如说最一开始 我说咱们俩都做这个商业主持 收入方面也不是说太稳定 就两个人结婚以后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这个工作室 成立工作室的时候 他不同意的 费了好大的劲 我才能说服他 让他去成立这个工作室 他就总想活在自己这个小世界里 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个生活 能够更上一个台阶 所以做一工作室 对 干嘛呢 承办一些商业演出 但是你想吧 就是你成立工作室之后 你需要自己去外面 这个拉业务 对不对 然后让他跟我去 就跟我去了两三次 就生拉硬拽都不去了 我不喜欢那样场合 我不喜欢说话 让喝酒出去喝酒 他也不喝酒 你说你出去谈生意的话 咱们求人家办事了 咱们得喝酒对不对 我一看那么多陌生人 我就不知道跟人家说什么 那我对我来说也是陌生人的 戏了反倒也是尴尬 所以说干脆我 他就一脚都没有长进 他就一脚都没有长进 你毕竟人家长得也漂亮 人家能说会道的 我都插不上嘴主要是 他就永远有理由 到后来他干脆就不去了 你说咱们工作室 你是老板 工作室开了 你下面还养着人呢 其实主持人 我感觉这一块就是 就是两口的肢肩膀 应该不分你 你看他就不像一个男人 男人就应该在外面闯事业 他就总想就是守在小家里 男人也分不同的类型 跟女人一样 女人也分不同的类型 咱不要老是一个类型 我不希望他成这个样子 你就说他就行了 接着往下说 他就愿意守着这个家 我每次出去以后 我基本上有应酬的时候 你问他 我们家里备了一大堆这个解酒药 我都要提前吃 我不吃的话 我在外面 我生意还没谈 我喝酒不行啊 我吃上去有药 我还稍微好一点 其实我感觉 让他过去接我打电话 真的就跟求他似的 要不你打车回来吧 要不我不能见他们 怎么能量 我跟你说主持人 其实我俩的日子 完全没必要弄得这么紧张 因为我们毕竟 有一部分的老客户 我就认为 就是把这些老客户为好了 咱做好每一场活动就行了 你还年轻呢 我们还年轻才三十多岁 那这应该是奋斗的时候 您说对不对 走着以前的老业务 那找咱们的人越来越少 那你还怎么挣钱 怎么养家呀 而且让你去接我 他就跟坐头乌龟似的 我这边应酬完了 打电话 求过来去接我的时候 不是我也 人家把车 你闭嘴 你闭嘴 你听我说完 人家把车停得 离这个酒店七八百米 要么等这些老板们走了 人家过来接我 你看主持人是这样的 我必须打断你 要么你听我说完好不好 我去接你 你闭嘴 然后要不然就是说 老板不走 我要先走 那么我就得 大晚上大半夜 我走到那么着 他就不见人 你知道吗 我不是不见人 主持人是这样的 因为啥 我毕竟我是老板 我既然没有去 你说 如果我在见人家那些人 也不是所有的人 都不认识 有认识的 我人家一见过 你看老板都不来 专门过来接你媳妇来了 我感觉人家见得我尴尬 你这个时候知道 你是老板了吗 你是老板 你应该出头 出头这个谈生意的呀 你这会儿知道你老板 你就是死要面子 我告诉你 听明白了 这个其实是 家庭规划的冲突 另外咱们再往身里面 想想就是 得保护好妻子啊 那你咋不去呢 说真的 我真的是不善于应酬 那你就不怕 你媳妇喝坏了 对呀 您看主持人都担心我 你都不担心 两码的事啊 这还放心出去喝呢 她就这样 我跟你说 她就是熟不起来的阿董 还有其他的 让你不满意的吗 再一个就是说 咱有一个闺女了 再生一个老二 要个儿子不挺好的吗 而且渐渐地你出去 把这个生意谈起来 那么我就可以安心 在家调理一下 毕竟都三十七八年 三十八岁了 我不能管喝酒呀 我还想再生个儿子呢 我特别想要一个儿子 就这方面就说一次 就吵一次 一个闺女 咱经过这几年 也花了不少钱 这个日子刚稳定下来的 你再要一个 现在又先家的房子小 又先这个车不好 你说你这个钱 将来你攒那么多钱 你是给儿子换房子 还是给咱们换房子 她就想守着 她现在这堆钱 一直到老 我感觉现在 这种状态就挺好的 你才三十多岁 你要不是六七十岁了 人家七十岁还创业呢 你三十多岁怕什么呀 生儿子就把他筹的 我一给他提儿子 房子呀 车呀 彩礼呀 那教育的费用呀 不是 也有可能生女儿 生女儿那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这什么我发现 你这思想还挺封建啊 你这儿 我不是封建 我就儿女双全嘛 你一胎就挺好的 你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 就再加一个 哪是那么多呀 是觉得压力大吗 还是 是压力 压力大 咱过日子 那就是平平稳稳的 要不然你就规划好 我这不规划好了吗 我不是想让你把你收起来 你去谈生意去 规划好了 你不要十个孩子不更好 那能那么着吗 您当初是怎么看上他的呢 当初我就觉得 他挺老实 对不对 然后挺踏实的 现在不也老实也踏实吗 没变啊 但是男人骨子里 不应该就是愿意闯 愿意奋斗吗 我就觉得就是 这么老实一个人 我跟他我放心呀 然后我就可以在家里 带孩子收拾收拾家 我每天做饭等他回来 你现在不放心吗 不是依然放心吗 现在问题是我成了他 他成了我了 他现在在家带孩子看家 我出去闯了 行 我问问 你放心吗 我也不放心 这不是没有办法吗 没有办法 你是真窝囊啊 兄弟 没办 我就说他就周不起来 还有什么呀 你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你不想着怎么往家挣钱 光想着我媳妇挣着钱 我守住谁也不能花 连我买衣服都不让 就我买衣服这件事 还差点离婚 可不是这么回事 主持人 家伙儿贵的都满了 都堆成山了 还买 有一次弄了七八件衣服回来了 我自己挣的钱 我家里钱都是靠我自己挣 房子上一回那个七八件衣服回来之后 我买几件衣服还不行啊 我上来上一次弄了七八件衣服回来了 我就说了他两句 不高兴了 人家要离婚 我说不行这衣服我给你卖了他 我自己挣的钱买的衣服 你凭什么给我卖了呀 救的不去现在不来啊 既然你这样干你就干吧 差不多了吧 就那么点事吧 多了 现在谁家的孩子 从小都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吧 起跑线在哪啊 没看见 人家现在孩子一周多 是吧 那个上外语 早教 然后三岁上幼儿园 是 这不人家别人家 就算不上早教那上幼儿园也很正常吧 起早就把他爸妈接过来给他孩子 我就感觉这孩子嘛 你说你爸妈跟幼儿园的老师 孩子就是孩子 小的时候他长得健康就行 在一个时候爷爷奶奶带带着他 咱也放心啊 一年省下一万多两万块钱 咱能干点别的 干点偷 一两万能干什么 我就问你一两万能干什么 而且你就是六岁上幼儿园 七岁上小学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像我爸妈 把我不带也挺好 带着就你现在 就一点奋斗的精神都没有 那你说孩子跟你爸妈学啥了 就会跳广场舞 一扭就跟那广场上 老太太一模一样 你孩子回来一跳舞 都多活活呀 那你看看人家在幼儿园 孩子跳的是啥舞呀 真没上幼儿园啊 没有 就因为这事 阶梯发挥 去年把我爸妈变相地给撵走了 你又不是独生子女 你们家兄弟仨呢 那凭什么你爸妈 只在咱家主任 咱家不比你哥俩过得好点吗 你就找个借口 又不出门了 那你什么时候 才能成长起来 我怎么就不成长了 行了 孩子的教育 爸妈的去留 又是个大问题 你们家的事 还真是没一件小事 而且他这个经历 他就不往正道上使 该知道他自己是老板的时候 他觉得 哎呀 你行 你上去 不该他当老板的时候 可认为自己是老板了 比如说呢 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工作室 有一个策划师 这小伙子特别能干 长得又精神 这事你就别提了 这事 怎么我怎么就不能提 我必须得提 你不先丢人呐 人家活动的时候 我知道他过生日呢 找同事给他订了个蛋糕 这都没完了 给我盖高帽 上纲上线 没过三两天 连跟我商量不上 人家是老板吗 找个理由就把人家给辞退了 我后来怎么求人家都不来 那是不是一大主事啊 这事一大主事是这样 他平时天天念叨 你也不够爷们 不是个男人 我就感觉一看这小子 有嘴画折的 我就感觉不放心 我的生日 我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没过过一个生日 人家一个员工生日 你记那么清楚 你就不是男人 男人心胸是宽广的 你说我能放心呗 再一个说我跟你说媳妇 今天应该起码高兴才对 你说我把她刺走 我不是爱你吗 我高兴什么呀 咱公司一个人才 你这小心的眼 针尖大 你把人辞退 有本事 要不这工作你去做 你能做得了吗 我就感觉你应该收一收 现在你就是膨胀 你知道吗 你眼睛你放到脑袋关上 是我眼睛在脑袋关上 你非要让自己弄得那么累 你就坐到 你就坐到这底下 你就脑袋 你就看上半这一小号 是是 你能把目光放长远点吗 咱不吵了吧 赵威那个嘴上 给她留点面子行吗 你不能见人就说 我不够男人 行吗 你就没出息 行 听明白 你内心就不够强大 她内心还不够强大呢 细数一下你用的词啊 缩薄乌龟 不是个男人 头上就那么一点天 反正还有难听的 就我都不记 我为什么听不下去 我那是实事求是了 就给她这个词 不是 你别实事求是了 这词就给她量身定做的 不是 你今天来干嘛 离婚是吧 就任何一个男人 听到这些词汇 形容自己的时候 不离婚就真的不是男人 你是男人吗 是 今天是来离婚的对吧 不是 那您今儿来干嘛的呀 我就想带她过来 让老师们帮我劝劝她 劝她什么 好好地做好一个老婆 应该做的事情 不是 老婆应该做什么呀 人家要给你生娃 你不要 对吧 人家要跟你过日子 你不好好跟人过 人家给你挣钱 你吃醋 这老婆没毛病啊 我就想是 借助这样一个机会 把她的 明白了 不要让她那么膨胀 对 让你做一个真正的老板 她做老板也无所谓 别太膨胀了 我就跟你说 太膨胀了 行吧 行吧 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秋笔测问卷 男方啊 就特别典型的 安于现状的小男人 女方呢 是勇于创新的大女人 女主外 男主内 没有哪一种说法 说这个男一定要主外 女一定要主内 她的能力仅限于此 你把她就算支出去 你的生意也还是黄 你说她 什么没用啊 没出息什么 您当时找她的时候 不就图她这点老实和踏实吗 而且你说的 理想就是相夫教子 你以为相夫教子容易吗 真的让你把外面这一摊生意 全部停下来 让你回家相夫教子几天 你试试 其实你们两个人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都不知道感恩和知足 虽然男生一直在说 哎呦 现在挺好挺好的 但你完全不知道 你现在的日子有多幸福 女生也一样 完全不知道 你现在日子有多幸福 有多少夫妻 都是女人非常辛苦的 操持着家庭 但是男人丝毫不懂体谅 他操持家庭的辛苦 觉得你就看个孩子 就打扫一个家 有什么难的呀 女人非常想要出去 追求自己的一番事业 可是碍于所有生活 种种的现实 没有办法 但你现在有自己 一片广阔的天地 去奋斗 你说你的梦想 以前是小女人 但是你已经选择了 这样的生活模式啊 你们两个人在一开始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种生活模式就固定了 你现在一直在抱怨 我要你改变 你要有担当 你要出去闯 你要像个男人 你这不是戳他脊梁骨吗 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 说自己的先生那些话 你爱他的话 你心疼他的话 其实你在说他的时候 也在说你自己 在骂你自己 你怎么这么没眼光啊 对不对 不是给你自己长脸 其实给你自己跌份的 所以我觉得夫妻两个人 有的时候分工分好了 模式定好了 我们都做好自己 能为这段婚姻做的努力 能为这段婚姻 所付出的那些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感恩 知足 感谢对方 为这个家庭的付出 感谢你 为这个家庭的牺牲 这日子就越过越好 如果两个人 每天都是抱怨 那这个爱 就会越吵越没有了 心也会越来越凉了 所以其实真的 我觉得您挺幸福的 他那么相信你 那么支持你 别生在福中 不知福 好吗 祝你们幸福啊 谢谢 你的愿望是什么 相夫教子 对 你以为相夫教子 就是在家里头 做着家务 看看孩子吗 那你怎么去支持 你老公的呢 你不觉得你现在 就应该做好相夫 你没有做到吗 现在有大把的机会 让你去 帮助你的老公 第一 让他舒服啊 还舒服吗 得听他话呀 听他话吗 你做的每一点 都是在不尊重你老公 老公撑不起这个家吗 别忘了 每天你要谁去接你 你为什么这么心安利 得他的实施 在外地去应收呢 不都是因为 他在家里的操持着 你的后方吗 对不对啊 如果他是老板的话 那你就是老板娘是吧 你是不是要尊重老板呢 听老板的话呀 你在外地去工作 是不是也是 老板通常都让自己 下属去 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你擅长 我们做一个公司也是 每个人做自己 擅长的事情 他可能财务馆的 就比你好 你大把子挣钱 那谁帮你去理财呢 就是他呀 一个公司发展 不是在第一线去 人家去谈判 去沟通 去喝酒应酬的那个人 大后方非常重要 一个公司成功 是一个团队的事情 换你一个人 你试试 累死你 谁让你 毫无估计 在外面去做应酬呢 是因为他 你的孩子 现在谁在养 是因为他 为什么他不让你 现在再要二胎呢 因为他知道 养一个孩子 多么难 孩子不光是养大 还有教育 你们的精力有限的 你现在是很膨胀 甭管是外面的应酬 然后你现在取得的成绩 还是你认为 你在这个家庭当中的位置 但真正你试一下 跟他分开 生活还能这么 井井有条吗 你的工作 还可能那么顺利吗 你如果把这个家庭 也当成是一个公司 打理的话 你就清楚了 有做后勤的 行政的 有做销售的 缺一是不可的 明白吗 他价值非常大 而他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对你的包容和忍让 在这个舞台上 你说了多少 刺痛他自尊的话 他有说过你一句 不当的话吗 他要求的就是说 你能不能不要太膨胀 用词恰当 而且掌握分寸 相比较而言 他的心是更大的 他比你爱他更爱你 你被他惯坏了 你找一个可以带你 冲锋打仗的人 他根本就容不下你的放肆 但他可以包容你 是什么呀 因为爱你 所以尊重你 请你珍惜他对你的爱 请你尊重他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我们任何一种婚姻状态 多有经营的方法 我们看有很多男人 长得也不帅 也挣不到什么钱 心里边特别有谱 他不怕自己的女人 有多漂亮 也不怕自己的女人 有多能干 因为他有一颗 非常宽厚的心 所以他只要坐在家里面 把家务操持好 这女人永远 逃不出自己的物质上 他心里有谱 你是心里没谱 我告诉你 男人如果把最后的 那一点点自尊都丢失了 他迟早真的是不在乎你 他看不上你 你有些东西是可以包容的 但这种话说了 你都受得了 你都受得住 你基本上在他面前 就一文不值了 你今天六十秒 必须要赔礼道歉 如果你不赔礼道歉的话 我告诉你 你们之间的婚姻 这个隐患将永远持续下去 男人在生活当中 什么都可以包容 唯独是亵渎他自尊的力量 不可以包容 你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 谢谢陀老师 事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在有些夫妻之间 说的一些话 外人听的时候 就是挺不堪的 别哭了 兄弟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 我特别好奇 我就是问一下 想答就答 不答就算了 一个人没有能力挣钱 是不是这个人就完蛋了 我挺好奇的 求解一下 我认为能挣钱的人 应该受人尊敬 所以其实 压根出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你们俩的冲突是 来自于钱怎么挣 不是他不挣钱 他是希望挣的钱 是相对本分的 就是我自己把活练好了 这有什么错 为什么说他窝囊 我不觉得他窝囊啊 不过是本分而语嘛 那是不是怎么 现在本分挣钱的人 都不对了 一个女人说 我要嫁一个爱我的人 这男人你承认你爱他吧 但是你转折了 但是他为了爱我 他要去挣钱呀 那我是不是可以翻译说 有钱就等着爱你呀 我就请您记住一点 挣钱真的不是一个人的本事 你仔细想想他的好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老婆 结婚这几年 我们从一无所有 从今天房子也有了 车也有了 孩子也有了 我们彼此为这个家 都付出了很多 但是我欠你的也比较多 因为结婚的时候 没有给你一个风光的婚礼 没有给你一个 想要的捆唱 但是我们一路走来 真的很不容易 我记得你有一个 愿望就是 等我们日子富裕了 让我带你 到国外去旅游 今年过年 我就带你旅游去 行吗 请亮灯 哭的呀 我来补你一刀吧 这旅游的钱 是他挣的 还是你挣的呀 我们一起挣的 行了 哎呦 你乐了是吧 你要真不是打心里 烦他 以后就好好跟他说话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我们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来自保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来来 请亮灯吧 谢谢 想想没钱的时候不也嫁了吗 想想没钱的时候孩子不也生了吗 想想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的分享 请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